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这个超级简单的超级可爱的汉服发型 这个发型它真的很简单 它简单就简单在 那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吧 我们先来给头发分区 把头发分好区之后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再两边变个饭包 因为我们刚才留出来的头发 去把发包盖起来 整理好之后用橡皮筋扎起来 然后我们这边就会显得比较的饱满 然后我们来把这两个辫子 把它们两个扎到一起 扎到一起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把这些碎头发都用小夹子固定一下 再把下面的头发往上夹起来 我们把所有的头发都发起来之后呢 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拿出一个虽然有一点毛躁 但是全身散发着成熟气息的成年假发片 把它放在你头上这两个馒头中间的位置 然后用一个衣制夹把它固定起来 我知道这个时候肯定有小经历要问 你这个视频怎么看起来有点似曾相识 对以上片段都是我从上一期视频里面截的 然后我们打好底之后呢 取出两个万用花千古发包 把它放在头顶 一定要记得放在这个缝的右边 就是紧贴着这个缝 就是要让它们非常对称的卡在你的大脑壳上 然后我们要用这个 一字夹去固定一下它的 固定一下它 让它下面不要翘起来 让我们不要变成蝴蝶飞走 我们固定好之后就是这样的 其实到这一步呢 如果是大家比较赶时间的话 可以直接就去拍照了 但是作为一个精致的up主 我怎么能容忍这种简单的发型出现在我的视频里呢 然后我们从后面的假发片里 取出这种 取出一小缕头发 把它 这样 转圈圈 也不是转圈圈 就把它分成两股 然后像这样拧到一起 然后把它挂在这个头发上 呃 挂在我们的头上 用小夹子固定一下 多余的头发呢 多余的头发呢 我们给它收一收 得把它绕成一个驼驼 用夹子固定一下 天哪 这儿我们就拥有了一个 看起来好像很复杂的发型呢 然后我们这个头发做好之后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我知道这个时候肯定有人要说了 天哪 这个up主怎么总是喜欢 在脑壳两边 垂两缕头发下来 我就喜欢 管你披萨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脑口上插上你喜欢的发式 我知道又有人要问 你为什么总是喜欢戴这个蓝蓝子子的蝴蝶呢 因为我是曲夫的嘛 感谢各位姐妹们 看我的视频 既然你已经看到现在了 那不如再给我一个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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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